人体器官的一些英文单词的例句 来先念一下 这都是应该都认识 它 fica在意志里面 Bak就发生了 善? 股肌章提高了 我的父母与我全开了 股肌同怨 股肌看了 股肌的因素 肌症 股肌的肌肌 肌肌脂肪 是咬得到 你致健康肌脂肪 是咬得到 肌群胰 泡肌的肌肌 生肌灯 The baby came out in a rash today. The rectum is the lowest part of the large intestine. 所以我们学英文的时候,有时候很多不必要的,很难的单子,学了一堆。 可是有时候日常生活,身体器官,反而不知道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? Plelet,它是一个很小的细胞,细胞有大有小的,血液里面的细胞。 它可以帮助Clock,这个字有难一点,凝固。 就是让血液凝固,所以我们一般流血啊,血流不止啊,当然很严重的枪伤,割伤,当然血流不止。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美工通小小的化了一下是流血,你按住它怎么样的,没多久它会凝固了,就不流血了。 这叫血小板,血小板的功能,就是让血啊,如果不是太大量流出来的话,它可以自己凝固。 凝固就是后面的血就流不出来了嘛,就被前面凝固,挡住了,血小板,Plelet。 他太太有很大的Posteria,这个也是复合是Post。Post也可以是信件啊,邮政啊,也可以是后面啊,也可以是柱子。 那这个area有什么意思啊,就屁股啦,卡称啦,台语,台语,台语,卡称啦,屁股。 所以英文的屁股啊,质也很多啊,所以这个越常见啊,越常见的现象或物品啊,或者生理器官它的质越多啊,Post也可以是后面啊,后面的地方啊,后面的地方啊,就是屁股。 这些很多字啊,这个不只是人可以用啊,人体器官动物也可以用啊,因为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啊。 Kent,Kent这个人啊,他有一个Post Bally,什么Bally,Bally好像是肚子啊,但Post就是什么水壶啊,什么壶啊,壶壶罐罐的,水壶的肚子啊,什么意思啊。 啊,从这个喝太多啤酒啊,产生了什么肚子啊,那是啤酒肚嘛,是啊,啤酒肚,就大肚子啊。 所以男人的肚子常常是上面的肚子啊,啤酒肚啊,女人就下腹部啊,体脂肪多一点啊,所以胖的地方不太一样,这就是大肚子啊。 不是生产的大肚,就是肥胖啊,或者我们讲啤酒肚啊,当然有人不喝啤酒,他肚子也很大,所以也不能讲完全是啤酒肚。 这个Premelo,什么意思啊,M-M-E-L前面有讲过像旧齿啊,那Pri是之前啊,之前的旧齿啊,什么意思啊,小旧齿。 越靠近两侧的啊,那个旧齿越厚啊,主角啊,然后他往中间靠里面,旁边有的也是蛮厚的啊,但是稍微薄一点啊。 我们叫大旧齿,小旧齿啊,反正到Google上面,一打这个英文字啊,我打大旧齿,小旧齿啊,他那个I-M的图片啊,图片也出来。 而我的小旧齿啊,Decay,Decay就是腐蚀掉了,就蛀牙了,蛀牙了,必须要put out,就是拔出来,就是拔牙了。 我父亲呢,受什么苦呢?受这个什么,什么严正啊,pust it,我这个字也稍微冷屁一点啊,但是, 我们中文常讲啊,所以我这边列出来的人理器官,都是我们用中文常讲的,可是有时候英文就不会,叫蛇护献炎,蛇护献就是pust it, 所以有人尝试不多啊,就问一个女孩子啊,问一个中年夫人,哎,我一个朋友啊,或者我兄弟啊,我爸爸啊,这个蛇护献炎啊,那你用不得啊,女人没有啊,女人没有啊,就像男人没有子宫嘛,没有暖巢嘛,女人没有蛇护献嘛, 这个意思呢,fit,fit的意思也很多啊,一般就讲装置啊,装置在代表装置了一个什么东西啊,prothesis,prothesis, 这个意思就可以啊,她的重型在截取,这边就是什么人造抑制啊,就抑制啊,断腿断手啊,现在有那个人造的啊,抑制啊,有的走起来,还走得不错啊, 啊,在她的脚啊,在截止,amputate,就截止截断的,切断的意思啊,就装了一个抑制啊,所以前面讲个leg跟foot才来,leg是整个脚啊,比较大啊,完整的啊,foot只是一小部分,foot只是脚掌啊,脚背啊,接触脚的那一块啊,叫foot, 嗯,leg是,所以foot是leg的一部分啊,有people,people是一般我们讲小学生啊,那我们这边讲人体器官它不小学生,它可以当瞳孔啊, 那瞳孔不是黑眼珠啊,这个眼睛啊,很多部分啊,我们看得到眼白啊,眼白外面有眼角膜啊,眼角膜也不是眼,也不是眼白啊,它是眼白外面一层透明的啊, 那眼珠啊,里面有个瞳孔啊,你仔细看,把眼珠放大啊, 眼珠远看就黑黑的啊,那不是啊,里面有一些很多东西啊,里面叫瞳孔啊,真正看的,眼白看不到东西啊,眼珠外面看不到,一定要瞳孔啊,所以瞳孔会放大缩小啊,碰到大太阳光线强烈,瞳孔的缩小啊,暗的时候,瞳孔放大就像那个,以前那个照相机啊,光圈一样啊,这个太阳大光线要缩小啊,到了黑暗地方啊,呃,那个光圈要放大,所以光圈就很像瞳孔啊, contract啊,这不是第二个一节contract啊,它念contract,动词啊,如果当名词contract,合同啊,合约,就contract,那动词就收缩啊,就不是合约了啊,contract,呃,这个,瞳孔会收缩啊,缩小啊,缩小啊,缩小在这个,比较强烈的,呃,灯光之下它会缩小啊, 啊,呃,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,碰到一下子啊,从黑暗的房间一走出来,哦,外面大太阳,我们就要眯着眼睛啊,我们的瞳孔已经缩小了,但是你觉得还不够啊,还要眯着眼睛啊,就这个椅子太亮了, 在黑暗那中会放大啊,瞳孔,这死掉的细胞啊,可以啊,ooze,ooze这个字啊,四个字母啊,但是一般不会叫流出来啊,但它又不是水,一般的水,吸水,河水流出来,ooze,它比较是一种液体,比较浓稠状的液体流出来,所以这英文好啊,就是你用字很精准啊,人家看ooze,哦,就是比较浓稠流出来啊, 呃,死的细胞怎么会流出来呢,细胞应该是固体的啊,它也不是液体怎么会流出来,啊,它从这个,啊,受伤的地方啊,in the form,它用什么形形,PUS,PUS就是浓包啊,浓啊,当我们骂人家说,你这个浓包啊,这原始就是,像窗一样,浓包一击啊,啊,浓包里面有液体嘛,就是混杂了,这个死掉细胞混杂的一些液体啊,流出来,从浓包里面,浓出来啊,PUS, 这英文出来了啊,出来了啊,出来了啊,是不是出生啊,出生啊,出生是infant啊,baby又比infant大一点啊,不出生啊, 出生啊,就是发生的啊,发生就是什么事情出来了啊,才发生,没有出来就不会发生嘛,Rush就是,我们说,出个疹子啊,小孩子要出个红疹啊,出个什么疹啊,出个疹子啊,很多小孩子都会这样子, 啊,所以,常常,父母要给他擦肺脂粉啊,啊,减少摩擦,啊,有点杀菌的作用啊,就长了,今天啊,这个,这个,这个,小婴儿啊,应该是大婴儿啊,小婴儿是,刚出的是infant啊,大婴儿啊,今天长了疹子啊,啊, 就是rectin,啊,这rectin什么东西啊,是lowest part,它是最下面的部分,就是大肠,因为肠子啊,最上面有小肠,就是大肠,啊,旁边有盲肠,最后是脂肠,那脂肠什么呢,就是啊,我们吃那个什么酒店肥肠啊,啊,一般用大肠,啊,大肠,它的脂肪少,啊,那个,肥肠就是用,用那个,用那个,啊,大肠头,啊,叫大肠头,哦,它比较肉比较厚,脂肪比较多,哦,那个炸起来好吃,啊,大肠头就是rectin,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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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rectin 就是我们一般讲脂肠,啊,脂肠就是,啊,就是,就是,就是连接大肠跟肛门,啊,就是最后肛门要出来的一段比较直的,啊,所以叫脂肠,啊,rectin,就这个字啊,啊,这一集讲证